一阳千玺的画工,居静怡的画工,杨子的画工,看到李宪小学生水平,一阳千玺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男生,从少年成名走到现在,一阳千玺的生活节奏一直都是比较忙碌的,如果有闲暇的时光,一阳千玺也会选择学习很多新东西,来填充自己,我们都知道一阳千玺的书法是很厉害的,但没想到画画居然也很厉害,可以说调色非常漂亮, 杨子之前曾经画过一幅画,这个画作上有两个人,上面还写了神日快乐的字样,这个画画水平真的是太简单了,有点像是幼稚园小朋友的画作,居静怡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孩子,这段时间待在家里面,居静怡也是学习到了很多的技能,居静怡之前画过的画,感觉特别有漫画风格,都是二次元的痕迹,细节描绘的也比较到位,进步还是很大的, 这简直是一个铁憨憨啊,很多人都觉得,这跟小学生水平差不多,实在是太搞笑了 BGM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